随着国家的创新驱动发展策略全面实施 十三五重大科技成果与雨后春顺般涌现 在国家科技部和科学技术交流中心支持下 团结香港基金今年将举办第四届创科博览大型展览 全面展示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博览展品涵盖航天科技、陆地科技、深海科技 以及智能科技与生物科技等领域 透过融合实物、模型、数码互动等多种元素 自然在全香港市民眼前 富九天、文仓穷 中国航天事业持续快速发展 自主创新能力显著增强 作为国家科技成就主题展区的旗立 航天探索部分将会集合神州载人飞船 天州货运飞船 中国空间站、长征系列火箭等载人航天工程专项 上河四号、上河五号及月球表土样本等探月工程专项 以及北斗三号全球卫星等 为及民生的航天科技成就 全景描绘、航天创造美好生活 今年展览当中有不少升级展品首次在香港展出 包括中国第一辆火星车竹熊号 及中国第一个自主火星探测器天文一号的着陆平台 地表最快、世界首套时速600公里 高速持河交通系统 地下交流、中国隧道挖掘最大直径困救机 精华号 创造中国载人潜水器深潜新纪录的奋斗者号 实现世界首次万米海底的超高清视频实况直播的仓海号 灵魂号全海深视频直播系统 东澳史上首支轻燃料火具、飞扬实物等 大会还善用创新数码科技和创意场景展示 竹熊探火、尚俄追悦、长征冲上云霄 净显速度与激情 大会已筹备多场精彩纷纷的创科主题相关活动 给公众参与 包括香港参与国家航天项目与太空实验分享会 科技引领未来座谈会等专题活动 展期共11日的创科博栏 将于2022年12月12日至12月22日 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3FG展厅举行 透过科学表演、科普工作坊、科普数码体验 科普教育电影以及亲子同乐日等活动 旨在让新一代、培养爱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浓厚兴趣 令香港青少年能够投身创科大气候怀抱 实现多维度、全文科普、全城参与 时至今日,中国科技突飞猛进 一日千里 作为国家未来国际创新科技中心 香港定会迎来更大机遇 与国家同发展、共范围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